毛茸茸的外表 小巧玲瓏的體型 容呼呼的白臉 好緊張喔 兩隻要好對比 等一下要還給媽媽的 對 今天就回去幫媽媽 對 會自己開嘴 這隻就是昨天晚上還不會自己吃的人 把小鳥放過去 影片開始前 還是想跟看影片的大家說 台灣有開放無種猛禽可以飼養 不過也必須要有合法的來源證明 才可以飼養喔 台灣野生猛禽 不可以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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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隻都還只是40天的大寶寶唷 嗨 超可愛的 現在是晚上他們的示範時間 我手上這兩隻 就是白臉絞囂啦 平常毛茸茸的外表 小巧玲瓏的體型 容呼呼的白臉 圓滾滾的大眼睛 不知道擄獲了多少蘇伊們的心 在國際寵物夢境中 也是非常受歡迎的 他們分布的地方非常的廣 從阿拉伯半島南部 撒哈拉沙漠 北回歸線以南的整個非洲大陸 都有他們的蹤跡喔 不過台灣沒有 也不可以飼養喔 體型大小 大約就20到25公分左右 非常的精緻可愛 頭上兩根尖尖長長的耳語 雖然跟耳朵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過這是他們 狡消的身份象徵 再加上他們可愛的小白臉 所以他們叫白臉狡消 好 一直在坑我的手 真的豎起來 欸你怎麼豎起來 緊張 一隻緊張一隻放鬆 太可愛了吧 他好緊張喔 兩隻剛好對比 給大家看看緊張跟放鬆的 有什麼不一樣 這隻就是緊張的 這隻是放鬆的 他好緊張喔 對啊好可愛喔 他這隻在 他在忙 他在看小雞啦 那邊有一隻小雞 喔 他看到小雞 他想飛過去 哎呦你不要咬我了 他在咬我 他放鬆了 如果摸一摸就放鬆了 有安全感 小心 現在是吸貓時間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很好奇 那貓是什麼味道 是貓寶寶 貓寶寶 就一個 多吸幾口 跟貓的味道真的蠻像 真的嗎 跟貓的味道真的蠻像 真的嗎 跟貓的味道真的蠻像 真的 真的跟貓的味道蠻像 大家聞聞看 把你摸一摸 看 你摸一摸 看 你摸一摸 看 看 你摸一摸 看 你摸一摸 明天再去看他們 爸爸媽媽 嗯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好可愛 好笑耶 他眼睛 黎明眼 我饿了 饿了 第一天要餵三餐,三就四餐 不能餵太多也不能餵太少 這些都是經驗的 照顧寶寶的都是一瞞學問 這跟照顧寶寶的雛鳥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難度比較高一點 最高是要餵歐洲雕像,那是最難的 所以每種寶寶的照顧方式細節都不一樣 你要不要來餵餵看 可以嗎 可以 夾著肉 不要夾緊 就大概夾住這樣子 然後 他嘴巴旁邊泡過去,沾著就可以吃 不對 他嘴旁邊 好 然後放掉嗎 放掉 放不掉 但是一看就要先走吧 放了放 OK 所以破殼 我先餵他們一個禮拜 是因為這樣存活率比較高嗎 對 他媽媽在照顧的話 存活率會比較高 幾乎百分之百分 喔 就是一個禮拜後再還給他媽媽 對 這太多了 他嘴巴 為什麼要放這個碎石頭呢 因為這個碎石頭 它可以支撐它的腳 不會外巴 喔 就讓它有支撐的 對 然後好清洗 嗯 這隻可能不吃 也用篩的 因為它 上升那個 脹氣 差點死掉 然後把它救回來 好 不吃呢 怎麼弄呢 在一個不吃的情況下 先抓住它的 會是不是 上會 嗯 這樣 撐開來 OK 塞到一半就好 讓它自己吞 讓它自己吞下去 對 哦 這樣它就吞下去 這樣反而會死掉 對 先是用胃管 胃管是 你用胃管打的話 如果它裡面有空氣的話 讓它進去 就會有脹氣 又增加脹氣 所以不行 所以它這種狀況 是不是就不能給青鳥照顧 對 青鳥照顧 餵它它也不會吃 它會死掉 所以這個我要先照顧它 顧好才可以還給青鳥 謝謝 今天來體驗當一日 毛頭鷹寶寶奶爸 小子要先洗過 洗過水 美醫師記得 一定要先洗過水 不管你洗過了 放在冰箱裡面 拿出來 再洗過一次水 要餵之前就是要先洗 一定要再洗過一次水 很多人都洗了 放在冰箱 拿出來推冰 直接吃 你養那種大型猛型可以 但是今天如果你養小型猛型的話 你這樣做的話 它很容易得到那個 念珠菊 或者那個毛蒂蟲 過河的第一天 我們都是給它吃這個 當出生就是餵這個地方 肝臟這個地方 第三天就改成這種 雞腿肉 就這樣剪 剪成小塊 美哥說像他們長到多大 才會給他們自己吃 OK 長到多大 我們長大概 28天 27 28天 它一個提琴 這種羽毛瘦會長很多 就是慢慢給它自己吃 待會 這隻啦 要還給媽媽的 對 今天要回去媽媽那邊 來 好餓喔 好餓喔 先把油加滿 回去媽媽那邊 媽媽會 不會先餵啦 會先抱它 大概一陣子 一陣子 會扶它那樣 對 它就很餓 媽媽也不會 應該是丟了 那邊也會餵啦 好 看到這邊一開始撐住的時候 我們要 撐一下 然後撐進去 黃牛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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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牛的骨 會吃了 不會吃了 所以說 你要給它一點 時間恢復 對 這隻就是昨天晚上還不會自己吃的人 他已經好幾天不會吃了 本來要死掉了 好久回來了 再照顧幾天他也可以還他媽媽 基本上是還一隻 如果要還就還兩隻 還一隻然後另外一隻就跑出來了 他可能會被殺掉 所以要一吃兩個 要不然就是還一隻 然後另外一隻就人工把它照顧到 因為他健康之處還不是很好 這隻就OK 剛剛小兒哥有提到 就是把寶寶還牽鳥 其實是有益牽鳥的身心健康 對 他每次下蛋你把蛋掏了 他就第二次生蛋 生蛋之後 你一直都沒有給他養育 幾年之後他也沒有心情 他會挫折 一直失敗 你還給他一隻也可以 所以讓他來嘗試一下帶小孩 那種樂趣 然後他就會很開心 之後就會孵比較多蛋 他的產蛋量就會變比較多 因為他知道齁 生四顆才出一顆 那我多生一點 這也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理論 這是經驗 對 他這樣已經不吃了 他吃了沒幾口 但是他這種結形 跟剛剛他吃的那些分量是不夠的 如果沒有吃多的話 他會越來越沒有力氣 所以說到這個時候就要強迫 昨天一樣 但是他今天吃的比昨天多 對 會比較強迫 進食 以上這些都不是一個正統 但是這是經驗 經驗方法 小猴哥養這麼久 這麼多 他總結出來的經驗 對 存活率就是百分之百 但是你不給他這樣做的話 他會死 但是這都是專業的 一般人不要自己這樣子 對 有些他自己會吃的話 你懶 你用塞也不行 就是給他自己吃 抓住上位 然後用握手 大概推一下 他嘴巴就會開 好像餓人的家庭 蛋已經快要破殼 已經在左河 環越歐洲雕像 嗯 他嚇到 剛開始的時候 他嚇到 我覺得蛋會動 就把蛋 泡漆放在那邊 讓那個小猴就死 第二次 已經破殼了 快要出來 給他 他也是會敷 但是小鳥一動 一出來 他嚇到 什麼東西 他把他刁拿去丟掉 死 死掉 覺得這樣不行 我們就用其他那種貓頭鷹 其他貓頭鷹的小鳥 豬鳥 包在蛋裡面 還他 他第三次 他就知道他怎麼去照顧 這個小鳥 但是 長大 就是這麼大 他小孩子這麼大 還沒這麼大 我就跑出來 就表示 這小鳥已經 這麼大了 他已經會照顧 他已經會死了 就先讓他學會這件事情 才可以給大家保護 對 國外不是會直播嗎 有一隻那個紅尾狂 他爸第一隻看到寶寶 嚇一跳直接把他踹死了 然後第二隻也差點被踹死 後來是媽媽回來把爸爸打走 有些會咬樹枝餵他們 真的 咬樹枝啊 不知道要怎麼餵小孩 第一次吃走吧 都會有這種問題 現在要回到媽媽的身邊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蛋 你看小時候跟這個差很多 出來大概母子那麼大 現在是癢 一個多禮拜 這個好小喔 你要這個 關鍵這個蛋殼 一定要放在那裡 對 然後這個小鳥放在旁邊 好 321好手機過來 OK嗎 OKOK OK啦我現在把他趕過去了 先把媽媽拐出來 然後把他寶寶放回去 哈哈 他的隨便可以 跟他講他說 然後把我們在這裡 看下來 他會有很多 他的尖叫做 一個小鳥 他應該會有很多 他就在這裡 可以拿到廣告 可能他應該一直打小跪 他應該會有很多 爸爸媽媽先讓牠們出來外面 然後把小鳥放回去 明天我們再來看看寶寶 模型 這是第一天的那隻寶寶 這裡 這裡 對 會吃嗎 會會會 對 你要從牠旁邊 在側邊碰牠一下 很難耶 很難耶 對對對 牠就會吃 牠現在食慾片超好的 牠是個有餵過木頭鷹的人 而且還是餵寶寶 在這裡 這個酒店我們還給牠的雛鳥 但媽媽已經接受了 已經在扶牠了 有看到嗎 牠這樣扶嗎 有 有看到牠的身體嗎 有 有看到 可以嗎 好 可以 小鳥 會不會 我會不會 有看到牠的雛鳥 我們會不會 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